首先我们谈疫情 世界疫情在各地爆发的各种示威潮 抗议示威都出来了 也造成了欧洲各地的什么样政局的动荡 首先我们看看意大利 意大利总理孔帝 因为国内的疫情跟他经济状况的不理想 而进行了策略性的辞职 什么叫策略性的辞职 就是说他会重组一个新的政府 让他的权力核心找出来一些怎么样 找出来一些支持他的人重新组一个政府 让他什么 让他所要执行的政策 比较能够通过 而不是受到前走里的侧肘 或是他前走里的影响 让他现在有些政策他没有办法去做 这是比较特殊的 另外一方面给人是一种是一项都是什么 稳健跟冷静的荷兰 在这一周爆出了肃起了怎么样 什么暴动跟示威的浪潮 那么这些示威暴动主要原因 是因为部分的百姓对于政府实施的宵禁令 这些是很感冒的 为什么 因为荷兰的宵禁令 他是说你违反了我们的宵禁令 你要被罚95欧元 这让许多百姓改到了非常的不满 所以宵禁进行的同时 他就开始就赶快上街抗议 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阿姆斯特丹等多个城市 都有暴动的产生 打抢杂的美丽风景线 既然也在荷兰开始上演 荷兰当局逮捕了数百人 还蛮多人的 并且宣称这些人他的抗议的理由 跟他们的行为根本是毫无关系的 只是单纯的什么恐怖活动 这个活动 只要他发生在中国 我们换个角度来看 这些示威暴动只要发生在中国 全世界都会知道一件事什么 这是万恶的共产党的迫害 但如果发生在欧洲 毫无疑问的 这些人都是报名 除了荷兰以外 包含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 也就是音乐之都 在两周以前也爆发了反对防疫措施的抗议 甚至有抗议群众表示 他们不想跟中国一样失去了选择的能力 中国实在太可怜了 你们中国人 他们必须戴上口罩 觉得说我应该可以选择 我要不要戴口罩 在另外一端 欧洲的捷克 他是个国家不是一个人民 也在1月份 他也爆发了反防疫的抗议 这些在欧洲的各地抗议 群众都尬真的是说 宣称什么 认为所谓的染疫跟病亡的数据 也就是这些染疫的确诊数 跟一些病亡的人数 都是假的 戴口罩应该让人民自己去选择 这些白色联盟的国家 就是欧美地区的民情来看 这通常就是一个概念 什么 没关系 只要你们愿意打疫苗 你们愿意戴口罩 那么我可以不打疫苗 我可以不戴口罩 为什么 因为你们做好就好 那我就不用做 是不是 这是有个什么东西 有点像非常的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 当然这种人亚洲有没有 还是有了 但是亚洲人比较有社会压力 像什么 比如说日本 你干什么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给别人找麻烦 真的是一个民族性的不一样 黄洲人亚洲地区 他对于社会的一个统合注释是比较高的 而在这么多的抗议群众 他的人数从数千到数万都有 但是他多半是零星在各个城市里面 总数加起来是蛮多的 而通常在这些地方在抗议跟示威暴动之后 他们的疫情又再度的升高 如果只聚焦在这些抗议事件里面 那么欧洲跟美国几乎都已经完全沦陷了 你社会已经崩溃了 你的政府即将垮台了 如果是你只看抗议的话 是这个样子 但是从这些国家的整体民调跟民意来看 支持严格防疫的 确实在这个国家里面 占有75%以上的群众心态 那么如何把防疫做好 其实可以多多学习 跟中国跟印度 怎么样 中国是直接把你关在家里 然后让你出来都办不到 你出来可以下一站监狱 对不对 把你关起来 在印度更简单 没有地方关你 你下一站绝对不是监狱 直接给你打到你妈都不认识你是谁 不戴口罩的话 就是揍你就对了 打到打到你怎么样 什么东西捡到就往脸上一盖 当作口罩了 这是开玩笑的 而在之前拜登在上任的时候 老师有提过一件事情 我们要看美国是否能够快速的恢复 他这个社会秩序 首先重要的地方在哪里 首先重要的地方是看 拜登能不能在上任两周左右的时候 疫情可以受到了很好的一个控制 让我们来看看世界的排名金榜 好不好 这个每个礼拜我们都看一下 目前全世界染疫总数 已经突破了1亿个确诊病例了 那么这里面其实不用太担心 里面大部分都已经痊愈了 目前收到了痊愈报告里面 至少有5800万 都是已经完全康复的状况之下 没有痊愈的去见上帝去见佛祖的人 大概有多少人 全世界加起来有记录的 老师必须说有记录的 没记录的多不多 当然还是有了 有记录的大概200多万人 所以说整体的死亡率 大概控制在2%上下 是在这个区间之内 而现在在排行金榜上的第一名 当然是美国优先 美国第一 美国No.1 所以美国在最新的通报病例数 单日新增确诊人数 达到了13万3千人 这个远比神之子特朗普的末期 单日新增人数高达40万 大了不止对折了 单日死亡人数也降至2600人 这个从拜登上台的最高点 也就他们交接那天的最高点 单日死亡人数达到了4300人 下降的非常多 大概打了6折 而美国现在的平均 根据不是很可靠的报告了 因为现在美国对于这件事的报告是很不明朗的 是什么 就他们的接种报告 美国现在每天有大概100万人去接种了疫苗 这个文件数据 其实不是说老师就怀疑他 美国境内的那些媒体或是专家学者 也对这个数字感到怀疑 因为有一些说他打了 但实际上他没有打 这个都是一些状况 但是不真的事实是什么 美国的病例数现在是快速的下降 这是不真的事实 所以我们看到了美国正在往好的方向去进展 或许我们可以说是疫苗他真的有功效 但是最实在的是什么 是拜登发布的口罩禁令 你必须要戴口罩 正在妥善的改善了美国现在的瘟疫趋势 接下来我们还要再看两周左右的时间 看他的单日染疫新增的病例数 是不是能够降低到10万人以下 也就是去年9月的水准 如果是 那么美国他现在的恢复的速度 就会如老师之前所预期的 会在今年年中大概六七月的时候 至少可以恢复在2019年的一半以上 那时候我们的出游旅行 就会恢复的比较常态的状态了 那么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是巴西 巴西特朗普波索纳洛 他每一天的新增病例数仍然是单日有5万多人 但是根据报告 巴西现在每一天所接种疫苗的人数都在20万指数 这个数字还是蛮多的 但是既然接种这么多 为什么巴西的病例跟染疫数没有下降 从这里我们可以见证到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疫苗面对防疫的效果 他不是立竿见影的 他真正有效果的东西 不是很贵的疫苗 而是一个几毛钱的口罩 这点我们看美国大概就看得出来 发布了口罩禁令之后 单日染疫数不断不断的下降 比如说像我们上周在直播的时候 他就只有16万人 现在又降了3万人 这个是非常好的取向 第三名是谁 第三名单日新增人数为2万3千人的法国 这个非常浪漫的民族 他们的生死观 就是连疫苗都用散布的去打 疫苗有来我都不想打 这么简单 那么随着疫情 他现在没有改善 又不想戴口罩 所以目前的法国 他们国内也是开始打疫苗了 他们单日可以接种的疫苗人数 从几十人到现在 这个总统爆炸之后 气刀炸开了之后 他现在每日接种数 达到了7万多人去接种这个疫苗 而法国因为新冠疫情并没的 他现在是比较又回升到了 单日会还是在破千人的高峰 这个浪漫的民族 唯一认真的可能就是他们的总统 马克宏了 工程真的是可以解决新冠疫情的唯一的办法 可能欧洲人认为是 但是真真切切的还是什么样 戴好口罩 这个防疫的数字就会降下来 如果真的当时大家都戴口罩了 不要是说这是我的选择 我的人权的话 或许他们很多的封城是不用去发生的 那么第四名是谁 第四名是英国 英国他从高峰的 我们像我们上周跟上上周所看到的 每日5万多的单日新增病例 他现在掉到什么地步 他现在掉到比法国还低这么一点点的2万3千出头 这个里面真的是必须佩服他们的首相强生 也就是约翰逊 他不是只会追求民粹 他是真的可以在国家危急的时候 还能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因为他们国内里面有暴雨的洪灾 还有新冠疫情 还有包含脱兽的乱象 所以是说他这个真说是他还是能做一些事情的人 像这样子的领导人在和平的时候 他做的事情好像都是一些笑话 但是真的在危急的时候 他做的其实真的是要给他拍拍一首 因为他做的真的是很好了 至少他在短时间之内 把英国单日新增的确诊染疫人数给他压下来了 但是目前还在很困扰的地方 就是还在于他的死亡率跟住院率仍然居高不下 所以说我们看到英国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 才能控制住他们现在很头痛的疫情 第五名是谁 俄罗斯他的发展还是还蛮正常的 单日新增病例也下降了到18000 上一周好像是2万多 第六名是德国 单日新增病例数也降至17000 之前是2万多的人 第八名是谁 第八名是墨西哥 疫情的数字没有太大的变化 仍然在15000 每天新增15000的病例数 这为什么 因为戴口罩的问题还是一句话 口罩有没有得买有没有得戴 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事情 第九名是印尼 印尼现在很多台商回来 或是印尼的劳工来进来台湾 很多都是确诊 所以他们现在疫情持续的升温 每日达到了14000人来疫的新增病例 这是单日新增 老师现在所讲的数字都是单日新增 那么这个趋势可以说是非常糟糕的 因为他们的筛解率也没有这么的高 他们疫苗也有在打 他们打的好像是中国疫苗吧 疫苗的每天的接种率大概是5万多人 人数虽然是还蛮多的 但是他们的卫生反应观点却没有非常好 希望他们可以在疫情的病严重之前 可以至少用个政策 让百姓可以强制他戴好口罩来出门 这样可以避免印尼的疫情的扩散 第十名 现在第十名也是持续升温的秘乳 单日也是14000多 他稍微低印尼这么一点点 那么一秘乳 他唯一跟印尼不一样就是他没有疫苗可以种 等下我们今天要谈到一个问题就是 秘乳没有疫苗可以种 为什么世界上70%以上的疫苗 都被那些有钱的国家通通买断了 这个时候我们不用谈人权 也不用谈生命的价值 为什么 因为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烟 对不对 这个是你家的事情 你家文艺不要紧 但是我的不会分给你 第十一名是谁 第十一名是印度 大幅降低到每日新增13000人 看来警察的棒子会比罚款有用 拥有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印度 这样的数字跟防疫真的是他的手下真的是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因为印度警察就是你没戴口罩就打你就对了 不用讲太多 那么印度的精锐也有很多的战力可以保存起来 为什么 因为他派到中印边界去了 那个地方冷到连病毒可能都没办法生存 而在后面其他的国家 我们刚刚讲到前面的十一强 后面的国家包含加拿大 加拿大现在排名第24 每日新增病例为4695例 还蛮多的 加拿大其实还算蛮多的 可能因为他跟美国比较近 那个习惯可能也差不多 这个数字为每日6万多的加拿大的百姓去接种疫苗状况之下 还有4000多每天新增的人 虽然你种的疫苗会多过于你每天新增染疫人数 但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他扩散这件事是很麻烦的事情 而目前所谓的南非的变种病毒 也就是南非他的本地 他现在已经降到了什么 每日只有5000多例的新增病例了 南非的数字我们当然还是要怀疑一下 因为毕竟有些地方人死了就死了 就直接回归自然了 对不对 当做被狮子吃掉了 所以他也不是有每次都有记录 但是至少他们的一些大城市都有记录状况之下 他们的染疫数降低了非常快 说他现在居于第21名 那么南非还趋距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变种病毒的国家 还趋距于第20名的马来西亚之下 马来西亚单日新增病例为5700多人 说在这里老师真替我老师在马来西亚的一些亲朋好友感到很担心 当然老师相信大部分马来西亚的华裔都是自爱的 都会带口罩都会做好防疫 但是恨行天下的马来人跟印度人 真的不要说他防疫 他们连工作都很懒 所以说这个就很难去防疫了 而其他国家例如日本 三日新增病例说也降至3300多人 他已经下降了很多了 看来日本的首相菅义伟 他也是真的拼了命了 想要把日本疫情控制住 来举办一下什么2020东京奥运 虽然现在2021了 但是他名字还是没有改 就是他这个坚持的庆练真的不容小觑 而南韩 南韩还是维持在每日300多例 这个新增病例 当然他里面要包含了群聚感染 但是这件事情是一件坏事 为什么?因为我们通常在看过去 我们在这一年之中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跟各位谈谈疫情 只要我们看到一个国家 他的防疫的一个数字 维持在一个地方 然后没有往下降 比如说像澳洲他往下降 那没什么关系 但是像南韩这种 你有一定的数量 但是你没有往下降 通常代表什么 百姓的防疫的批乏度又起来了 所以说通常很容易在这个时候 升高疫情的一个转折点 这个几率是比较高的 而我伟大的中华民国 单日的新增病例为10例 也是很不错的 我们控制在10例 但是我们没有普衰 所以说就先认为他是10例 就在长期来说 这个我们稳定的社会来看 其实10例还是让人家很担心的 包括我们最近的桃园地区 已经开始有一些传染了 有些人会说我们在歧视桃园 其实没有 这个防疫就是怎么一回事 像老师丈人他也住在桃园 到人直接打电话给今天老师说什么 过年就不要回来了 就这么简单 比如说歧视 不能这样讲 因为这个时候你还离开桃园 那么如果你身上是无症状代言的 你希望别人把病毒带给你 有时候在瘟疫恨行的时候 我们只能将心比心 但是只能是说国难当头 大家悠着点 好吗 澳洲方面我们看到澳洲方面 他降回到6例了 澳洲飞到降回6例了 但是因为他的国庆节刚过 他们的国庆节刚过 达到疯狂的出游刚结束 所以是说他们政府很紧张 但是我们可以认真观察一下 两个礼拜之后 如果他没有拉起来 要代表澳洲的群体免疫可能 可能已经达成了机会还蛮高的 好吗 我们讲这个一定不能不提一个国家 是哪个国家的 是不是很多人在等这件事情 万二的中国 不然说应该是美丽的中国 中国在万二的共产党的暴政之下 连榨菜茶叶蛋都吃不起的中国百姓 每日新增的病例数 大概落在20到100之间徘徊 例如近日在吉林省 就筛检出来63例的阳性 而里面又有一大部分是怎么样 无症状感染者 也就是他被筛检成阳性的时候 他除了错二之外 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因为无症状 然后他不是像早期爆发那个时候 咳到你不知道你妈是谁 但是他就无症状就有了 或是就轻微的症状 那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中国做这个数据他一定是作假的 一定是万二的共产党美化素质来的 不然我们大众化民国 我们要检测一次都要花5000块到7000块台币的筛检 这些吃不起榨菜跟茶叶蛋的国家 你怎么可能真的要全程筛检呢 对不对 就是自费筛检 既然只要70块人民币 怎么可能一定是万二的共产党 拿白纸给百姓筛检 说当然是没事情 我们众化民国用的一些筛检 自费除了通过重生考验之外 一次都要7000块起跳的快筛 这个才是真正有效的快筛 没有台湾价值的普筛都是假的 一定是你眼睛业障身 完全没有画面 好吧 回到我们的重点 今天是1月的最后一天 老师在去年的12月 我们有预测到现在的状况 也就是1月份的染疫数字会受到了控制 在12月的时候不是很多人相信 不是很多人相信老师讲这些事情 听听就算了 觉得不可能 没有1月他真的是会降下来 我们看到所有的数字都是由世界 卫生组织所公布的数字 不是老是猜的 你去找去谷歌他 或是你去找地方找他 结论会搞的是一模一样 但是唯一没有变就是死亡率还是上升 在很多国家他的染疫数下来了 但是死亡率还是一样在高升 所以说也算是老师在12月的时候 预期到这样子的状况算是蒙对了 那么我们1月就来蒙对了 那么我们2月份老师预期的是各国的政府 会进行疯狂的施打疫苗的政策 以目前趋势来看老师施准的几率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像欧盟现在禁止疫苗出口了 等于是说你就算做好疫苗 你也不可以离开欧盟 你必须要跟欧盟报告 你为什么要出口这个东西 美国更不用说了 美国根本就是把疫苗尽可能买起来 买了很多很多很多 要不要打一回事 但是我不能把这个疫苗留到别人手上去 这个状况当然我们首先要知道 就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 一定要先对自己国家的人先施打 这个是必然的 我们不能说他错 但是现在的发展状况之下 虽然像美国境内有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 特朗普他那时候说的防疫政策是不对的 是不好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开始很配合的 随着国民兵的进驻 开始排队施打疫苗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富有国家的立场 就是什么?很简单 我可以拥有打不完的疫苗 但是我不能分给你 甚至卖给你任何一剂疫苗 给其他的比较穷 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了秘鲁 秘鲁总没有跟人家结怨 但是很抱歉我不能给你疫苗 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家人还没有打完 这是对还是不对 其实我们不用去特别的去陪伴他是正义 或是邪恶 但是我们只能去说 所谓的人权跟人命的尊严的价值 在这场瘟疫里面 在许多国家给百姓施打的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出来 人性的黑暗面 还是在这个地方所展现的 而中国的疫苗就很有意思的 在给很多国家的百姓去卖给他 比如他们新科疫苗 所以各个地方疫苗去卖给世界各地的国家 让他们去施打 这些国家也很有意思 什么另外很有意思呢 就是他们边打疫苗 之外也要别去骂中国 你这个疫苗怎么那么没有效 对不对 效果真的不好 真的是太可恶 你们中国人 然后去打他疫苗 为什么 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像美国 比如像美国 或者像一些欧盟一些小国家 一些国家 或者说每个国家 部分的国家 就怎么样呢 旁边跟他讲是说 你看看中国给你疫苗 就是为了让他们自己的一带一路 根本只是狡诈的一个轨迹 你们千万不要跟万恶的共产党玩来 不过话虽如此 这些国家还是没有分疫苗给这些小国 为什么 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就是现实的世界 这就是权力的游戏 人命他只是一个人力之源 他并不真正存在于真正的世界里面 所有这些政客的算计 很残忍吗 没办法 这就是real world 现实世界 好吗